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了些时辰 这个居士来禀报 师父 我地扫好了 师父问 扫干净了吗 居士回答 师父 我扫干净了 师父不放心 你真的扫干净了吗 居士想想 我真的扫干净了 这时候 师父突然呈下脸说 好了 你可以回家了 居士很奇怪 师父 我要出家 你为什么不收我 让我回家呢 是的 我不能收你 摆摆手 居士只好回家 不明白这师父为什么不去检查检查 他扫得干净不干净 原来 原来这位师父事先在屋子的这个鸡脚嘎拉里边 偷偷地放了几枚铜板 看徒弟能不能在扫地的时候发现 大凡那些 心佛气躁或耍华的居士都只会表面上扫一扫 不会认认真真地去扫那些鸡脚嘎拉处的 因此也不会捡到铜板交给师父 他的师父就是这样看出了徒弟的破绽 如果他们捡到了铜板不交给师父 那破绽就更大了 贪恋的人是不会认真去做别人给他的事情的 师父看出的破绽就是居士的品德和修养的弊病 所以我们衣服上的破绽需要缝补 而我们人在品质上的破绽 需要通过学佛修心来克服 只有时刻守戒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品质日趋完善 才能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间菩萨 慈悲容颜连画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是营寸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